关于聊天的技巧 其实我已经反反复复说过很多次了 但是有的兄弟还是觉得太复杂了 学不会 其实很简单 总结起来就三个字 氛围感 什么意思 就是在聊天的时候 营造出来一种很轻松的氛围 让女生觉得和你聊天很有意思 对你的每一句回复都充满了期待和好奇 你就能够深深的信住他 就算这么讲 还是有很多兄弟不懂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案例 内容很干点在收藏反复细品 这个兄弟他找到我说 初二我的条件不错 家里还算比较有钱 长得还过得去吧 但是我单身十几年了 除了高中那会儿谈过恋爱 都没有什么恋爱经历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不会和女生聊天 每次跟女生聊天都是一板一眼的 女生很快就会对我失去兴趣 前段时间认识了一个女生 对方颜值很高 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很想珍惜这次机会和她在一起 但是我的老毛病还是那样 聊天太死板了 感觉对方有点不搭理我 实在是没办法了 帮帮我吧 我们来看一下大兄弟和女生的聊天记录 顺利说发现最近暖和点了 不用穿太厚的 女生说对呀 这几天都有太阳 那你想出去玩吗 不太想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就是不想 好吧 那我也不出去了 还想约你出去看电影的 算了吧 看得出来 这个兄弟的聊天 确实没有什么营养 很正常 80%男生都有这样的问题 照这个节奏 接着聊下去 在女生的心中 就会把跟你聊天 当做很无聊的一件事 接着就会变成 觉得你这个人 本身就很无趣 再接着呢 就和兄弟之前一样了 慢慢的就会没有机会了 不过没有关系 有我在呢 我让大兄弟说 好饿 饿了就去吃呗 女生的回复并不积极 不过没有关系啊 太忙了今天 没空吃 都两点了 还没吃饭呢 吃不吃都一样 我们铺电话题 引起女生的兴趣 女生回了 为啥 我们说 如果没吃饭吗 这句话算关心我的话 现在吃也不是不可以 就这样 爱你的氛围 它不就来了吗 女生说 不吃还要怪我呀 女生好像有点不开心 只要女生情绪有起伏 就是这件好事啊 我们说 确实不能怪你 我还得谢谢你帮我一个忙 我们继续铺电 勾起她的好奇心 女生说 什么呀 我们回 我正愁不知道 怎么跟你聊天呢 女生说 你还有点搞笑 聊了几句 女生终于给出了一个 正面的印象 我们继续说 原来你喜欢搞笑男啊 一句话呢 就把话题引到了 喜欢这个暧昧词上 但是以一种开玩笑的方式 把聚光灯 打在她的身上 女生说 还好吧 喜欢搞笑帅哥 可以看得出来 女生的情绪它非常好 我们回 你现在笑也没看到帅哥 女生回 那就假装你是个帅哥吧 我们说 那看来以后 我们只能网络一线牵 珍惜这段元了 女生回了 也不是不可以 兄弟们 感受一下 这种聊天氛围就非常的舒服 很容易就能够让女生 喜欢上个里聊天 我们继续回 不过有一说一 我当面更搞笑一点 女生说 真的假的呀 我们说 真的呀 不过可惜你见不到我 现在的节奏很好 我们继续深入 女生说 为啥 我们回了 我又不是帅哥 其实很多兄弟呢 都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 非常自卑 甚至有的兄弟 跟女生网恋 都不敢发自己的照片 去发别人的照片 其实呢 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哈 其实在女生看来呢 像这种大方的 承认自己丑 比当女生心目中的 普性男去骗他好太多了 并且如此的坦诚直率 本身也是很自信的一种 这一点非常吸女生 你们看女生 完全不在意这一点 回了 哈哈自信点 我想看你搞笑 我们说 那下午出来咯 我们顺着她的话说 女生回了 为什么 我们说 不是你要看我搞笑吗 不答应 你岂不是不太礼貌 明明是我们提出来的 下午出来 但是我们的一句话 让女生觉得 是她在邀约大兄弟一样 女生回了 就你懂礼貌 但是这里呢 她去加了一句 去哪里呢 无省之中呢 在我们良好的聊天氛围之下 女生已经默认了 这次约会 这是非常大的一步 而到了这一步 我们却只聊了几句天而已 我们继续回 你要是没有想法的话 那就找一个方便 我搞笑的地方 这样回答 不仅考虑了女生的想法 也幽默地表达了 我们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 一举两得 女生说 我都可以 你说吧 女生已经把约会的时间地点 选择权交给了我们 那这个就是 聊天氛围的重要性 我们说 剧本沙吧 玩个搞笑本 哥们本色出演 女生回了 哈哈可以 我感觉你早就入戏了 就这样 大兄弟成功地约出了女生 有的兄弟看到这里就会说 那全程都是我在帮这个兄弟聊 那见面之后 这个兄弟 他不就原形毕露了吗 该怎么办呀 其实不用担心 网上的搞笑幽默 和现实中的安静老师 有时候反而会形成一种 女生很喜欢的反差梦 而且玩的是搞笑本 越是看起来呆的人 越有节目效果 不出所料 这个兄弟和女生见面之后 聊得越来越火热 很快就在一起了 所以兄弟们 其实聊天掌握好氛围感 你们很容易就能够 跟女生聊到一起去 女生在这种氛围之下 就很容易会喜欢上你的 如果你想学习 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起义上让他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求收藏相亲们 或我们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CXX5388 帮助你 如果想切换上 请看我最新视频的结尾 请给我的最新联系帮收 拜拜